没想到吧,股师使用AI还能这样玩 这个制作股师词的账号 不到四个月涨粉十几万 这里账号都是走育儿赛道 通过AI来结合股师 让过去难以理解的文字 变成了具象的图片或视频 甚至是歌曲 对孩子来说 是不是诗背起来都变得有趣多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将分享两种制作AI股师视频的方式 手把手带你复刻 无论你是位自媒体旗号 还是只是做这些视频 给你自己的孩子玩玩看看 我认为都非常的有意义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需要确定内容和风格 包括确定你到底想要讲的是哪首古诗 我这次选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师佛王伟的诗《中南别业》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ChatGBT 先让他告诉我们这首诗描写的内容和背景故事 看来我们的ChatGBT还是比较理解 这首诗的 那我们制作AI视频呢 本质就是要去做一部AI影片 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让ChatGBT 根据这个古诗的背景故事来创作一个剧本 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需要生成分镜了 这是为了我们后面用AI去生成图片 更加方便 这是我的prompt 其中呢,有几点需要强调 首先是每个分镜对应一句诗 这样更加方便我们在后期剪辑的时候 可以将画面和股市进行一一对应 那为了画面更加丰富呢 我建议有不同的景别 包括近景、远景、中景、特写等等 而且我还强调了不要出现人名 是因为AI比较难识别之类的名词 用外观描述更容易生成我们想要的图片 好,那这就是生成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需要使用表格中中英文的描述词来分别生成图片 当然如果你是XXGBT4.0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用Dali3去生成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Dali3的风格 所以我依然选择用midjourney 在discord中打开midjourney 再把midjourney添加到自己的频道后啊 斜杠imagine 然后我们把刚才XGBT生成的英文描述词 复制到prompt框中 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画面的风格 我自己要是比较想做非常传统的中国山水画的感觉 所以呢在刚才我们prompt中 我们在后面去添加一些风格的描述词 比如这些 因为我这次想要做的是短视频 所以再加一下比例的限制 9比16 好,全部确定以后生成 除此以外可能很多人会发现 我用不同的描述词 生成出来的图片前后风格可能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CREF指令 这个呢可以保持风格的一致性 首先我们找到一张样板的风格图片 比如这张 我觉得比较符合我的风格预期 复制这张图片的链接 然后在刚才的prompt后面输入CREF 然后把刚才图片的链接复制进去就好 这样我们所有生成的图片都会参考刚才的这张图片 从而实现风格的统一 我们接下来把刚才表格里的描述 这样即使你图片很多也不会乱掉了 那为了让画面更加具备动感呢 我们接下来需要把图片转为视频 我在这个视频中为大家推荐了六款比较好用的视频AI工具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这个视频 然后找出你比较喜欢的那一款 而且因为每款软件各有特点和优劣势 所以我一般建议大家结合着一起用 比如我这次主要使用的是Hyper 但个别有两张图 我发现Pixiverse它生成的效果更好 我就用它了 我这次主要演示的是Hyper的使用 打开网站 点击Animate Your Image 然后在下方 把我们刚才用Mit Journey生成的图片 以此拖进去 在生成前不要忘记点击这里 选择时长为4秒 这样后期调整的余地更大一些 点击生成 整体来说呢 差不多3到5分钟就可以生成完成了 而且出来的视频很清晰 不需要像Rowway一样 使用另外的一款软件进行upscale 而且它现阶段好像还是完全免费的 那现在我们图片和视频素材 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我们还需要为视频配上背景音乐 我想要尝试一下用AI 把这些古诗词唱出来的感觉 毕竟在古代这些古诗很多就是唱的 只是久而久之我们失去了曲 而且呢我们把古诗变成歌曲 也更容易让孩子们去记住它 那我这次AI编曲使用的软件呢是Suno 它是一款最新的超强AI音乐生成工具 打开它的官网 点击这里的create 它这里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用prompt生成 一种是用歌词直接生成 我们这里因为已经有诗句作为歌词了 所以我选择custom mode 如果你有偏好的语言和声音 也可以通过方括号的形式在这里标注出来 然后在下方音乐风格这里选择 Chinese classical music 其它就不用修改了 直接点击生成 需要注意的是 Suno现阶段我个人觉得 对一些生辟字和多音字的识别呢 还不是特别好 也就是它可能会因为不认识而瞎读 而古诗里面呢 生辟字多音字是经常容易出现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把比较难的字 直接去换一个同音字就好 比如原始是这样 我就直接调成了这样 那后来生成的过程的确是蛮曲折的 有时候可能旋律不是你想要的 或者它的声音没有根据你的需求出来 我最后生成了这么多 才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好 现在所有的菜都洗好切好了 就等着最后炒在一起了 也就是剪辑 这里呢我使用的软件是剪映 打开它 像之前制作好的视频 音乐等素材全部上传 并拖入到剪辑轨道上 我们把画面和歌声做一一对应 然后再为画面添加字幕 我建议大家用这类毛笔字体 再加一点点动画 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为画面添加一些转场和特效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成片效果 从谁捧后到万大南山炊 听来梅多我心喜欢极其 行动时同去做换云一时 老然极令笑谈笑无唤起 怎么样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哦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股师视频的另外一种呈现形式 也就是用数字人解说股师 我这里呢为了图方便 直接就从第三步开始做起 也就是直接用我们之前生成的图和视频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第一步的时候 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文案 生成不同的图片 以及对应的文字 视频等等 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视频的背景音乐 大家一定要注意音乐版权的限制 尤其你的视频需要商用的时候 例如涉及到广告收入分成 如果忽视它就很容易引起版权的纠纷 这不仅呢会影响到视频的播放和收益 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导致视频被删除 那其实提供无版权的音乐网站有非常多 我这次介绍的叫做SoundCloud 在搜索栏内输入Chinese Music 左边找到曲目选择to listen to 再选择to use commercially 这样就完成了筛选 试听后挑出一首你喜欢的歌 复制它的链接 然后在另一个第三方下载网址 将链接粘贴进去 点击下载后将音频保存 我们的背景音乐就搞定了 最后就是需要制作数字人 并把我们的视频画面及音乐拼凑在一起了 那我这次无论是数字人 还是视频剪辑使用的都是简印 打开简印文本栏 选择默认文本 拖入到视频轴中 把刚才我们用ChatGBT解读诗词的那段话找出来 然后复制到简印中 点击文本 选择右上角数字人栏目 选择一个比较沉稳的形象 比如这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添加上去了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声音还不够有韵味 所以可以点击它更改音色 完成后调整数字人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和之前一样的视频制作的步骤了 把之前做的视频片段都加入进去 添加一些特效和字幕的效果就可以了 这是陈篇的效果 中岁颇好道 晚家南山垂 兴来美独王 盛世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偶然直临走 谈笑无还期 王维的《中南别业》是一首充分体现了他退隐生活的诗歌 这首诗通过描绘王维在中南山隐居的生活 表达了他对道家与佛教思想的向往和实践 王维在诗中描绘了自己与世俗生活的隔离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反映出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内心的平和 好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是不是AI可以实现的场景越来越多样化 而现在随着AI的快速发展 我相信未来淘汰你的不是AI 而是会用AI工具的人 如果你想抓住这个机遇 为自己的人生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那希望我提供的AI商业实战攻略可以给你一些思路 在里面我不仅分享了各种AI可以变现的赛道及实现的形式 还有很多的自媒体运营技巧 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链接查看课程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赚被动收入